我们先来看最高行政法院在104年的一个判治305号的判决 那先大概讲述一下事实的经过 就是说被国税局要求补科营业税的这个纳税义务人 他被发现说他在95年有买卖6户 96年1户 97年4户 98年有两户加一个车位 99年3户100年3户 6年总共他有买卖了19户 算是他是一个买卖非常频繁的一个自然人 那他在99年呢被通知被国税局来函说 请你到国税局说明一下哪一个哪些合约书 然后就是我们就是想要了解说 为什么你在97年到98年买卖这么多户 有可能需要补科营业税哦 那他这时候呢他就是到一到的日期就是 也到国税局说明了结果他以为就没有事情了 那最后呢在102年呢 哎竟然收到国税局 补缴营业税的一个税单的本税的税单跟一个罚还的部分 那他不服啦所以说就打了行政诉讼 那最后最高法院他判决就是 呃国税局他科裁罚这个营业税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行政处分 那比较特别的事情是 我觉得大家可以注意说 这个自然的呢他在99年 就已经被国税局要求去到 道局说明了 但他到102年 他才被通知开税单 所以说他原本以为没事了 没想到呢经过三年后 哎国税局才把这个税单开出来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把这个判决的原文找出来 在这个地方把他画红线 他是97年的一个销售房屋 然后呢国税局呢在102年才做出营业税违章 违章合定的一个处分 而今天法院认为说呢 他都还在税捐基征法的7年规定的一个合科的期间的范围 所以国税局他做的这个处分呢 并没有违法的刑事存在 这点我是觉得蛮值得大家注意的 第二点呢是大家常常会用过去的韩式 在民国95年有一个韩式说 呃今天呢国税局会针对 如果你一年有买卖超过6户以上呢 他们会认为说你是比较优先基查查核的对象 所以说呢大家就认为说 所以我一年只要不要买卖超过6户就不会有事 那你看一下哦 他97年跟98年被开营业税税单采访 他一年才四五一年才两户 最后呢国税局一样是开单 那最高法院呢也认为说 国税局的开单是合法的 那最高法院他的认定的一个标准是什么 我这边有在法院见解部分 我做了一个段落的一个重点的标示 最高法院认为他连续6年 总共呢有买卖19间及一笔停车位 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他的出售的频率及总互数 已经不是一般的交易行为 合属经常性 经常 且持续 从事一定的经济活动的营业行为 所以说即使他97年98年 他买卖的户数 一年也才四户两户 最高法院一样认为说 他就是以房屋买卖为投资的行为 所以说不要以为今天你一年没有买卖过6户 就不会被国税局认定 然后呢 过去的解释含令呢 国税局在 最近呢也做了一个 最近也做了一个统一的见解 那比较值得大家关注的事情是 大家可以去上网去找到这个第四项 他认为说 哪些状况 是必须要个人受无客营业税的一个规定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的第一项哦 他今天有说 具有经常性且持续性销售房屋的行为 然后后面有个排除的 如果说呢 你可能这房子你持有满6年了 或者是说你的土地持有已经10年以上了 你就可以被认定为排除的状况 所以说就等于说国税局他现在可以个案认定 那以这样的解释含令来说 反而他的不确定性会更高 因为他们有一个既定的标准说 今天到底一般的个人户他今天买卖售屋房子 认定业税的标准到底在哪里 只要税捐机关认为你有经常性或持续性销售房屋行为 那今天你就有可能被列为要补税的一个对象 感谢观看